历经了五场强敌踢馆赛 感谢前来踢馆高手的激励 华西尔班选手各个功力倍增 为了力拼晋级积极努力 终于战胜自我更上一层楼 但是若未能克服压力 就将丧失继续比赛的资格淘汰出局 华西尔班10强正式诞生 本周10强将面临全新课题最艰难的挑战 音乐制作人亲自指导 引领10强超越自我 本周请来专业音乐制作人 在比赛前进行验收 并直接点出选手演唱缺点 这个是那么多人可以讲 把歌词这几个字把它念好 又很难吗 大家会觉得你唱得很棒 但是你就是你的 你唱歌的机器 唯一的问题就是 你的感情变得更澎湃一点 专业制作人亲自教学 激发潜能唱出新生命 他的优点都是在感情 心里长得很有此事 他的歌声让我忘记了他的读 你成功了 也跟小胖 小胖无关 因为他根本没有在知道 白文我还真的没有 特别的费力 因为你都在照顾希希 是 我不愿再放松我 每次听到这样的 这么诚恳的声音 然后总是会被感动 你希望说以后心情如果出唱片 有这个机会能帮你创作 谢谢 在专业制作人教导下 谁能刻骨难关 突破自我 晋级到下一关呢 反正 不ved 不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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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观看 今天有晚安欢迎再次准时收看我们的好人星光大道 今天呢这个我们的前十强啊正式的产生 好的那么今天他们要接受什么样的考验呢 我们请来不同的这个重量级的音乐制作人 每一个每一个one by one的个别指导 不但是针对他们声线的特色 去选出适合他们的歌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些心灵跟身体的治疗 对就是发声的部位啦 还有心灵可能有些人自信不足 或是有什么想不到的缺陷 这个制作人呢其实都这个蛮费心 今日评审包括了金曲歌王乱塔阿翔 知名歌手梁永祺 歌坛词神灵溪 音乐制作人黄运玲 以及唱片制作人袁维仁 另外呢最高分的选手可以获得10寸平板电脑一台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争取啊 那当然呢我知道其实今天很好玩的是 居然感受到莫名的压力 而且整个录影气氛很紧张 紧张的好像是制作人们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化解这个紧张的气氛 我们先让这个 佩玲小妹妹她还没有回去 被我拦截下来了 来 李佩玲再度来到台上 你说巧不巧 你的偶像是 李佳葳 哦 突然我们就吃到一个黑糖糕 难道就是这个人的声音吗 我们来听他的歌声 又是来考验我们La Bara 来 欢迎我们的学姐李佳葳 学姐好 好 美容姐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学姐 不好意思喔 因为她其实是来送点心给大家吃 探个班 又被我拦截下来 因为你知道旁边这位 来自马来西亚的李佩玲 对 我有听说 你的偶像就是 李佳葳 哇塞 因为她很梦想要跟你同台唱你的歌 主要是谢谢你对我们的贡献 刚好你的偶像也来 两位要不要合作哪一首歌 大火 就是李佳葳的歌是不是 OK 大家有耳福了 六点掌声 欢迎两位美女 爱 tons 总是有一生还是难过 像只会沮丧一直没突破 沉重的刻 有些伤痕牵着打我 把心烧叫难以复活 不碰了 好伤忘了 空气却在脑海住着 重复卡在一个重要的时刻 不自觉就会退缩 连幸福也可执着 觉得什么总会变得防徽着 平静到最后 独自寂寞 有些伤痕 伤长大火 把心烧叫难以复活 可是我 想要忘了 不知如何把握上座 期待阳光是热 爱来的时刻 没有力去拥抱着 多幸福 这多快乐 不让未知成为复活 投入的 投入的 太多最灯灯 越搁着夜色 月光弯四神 月光弯四神 我开心的感觉 想不到會跟學姐一起合唱 這個是如此可笑嗎 非常棒 謝謝 兩個是要牽手 謝謝兩位 謝謝佳葳 也謝謝佳麟 謝謝 好 馬上就要開始今天的比賽了 我們看到其實在這個舞台上 就是重點是 大家能夠互相交流學習比較重要 第一位要出場的就是吳雨淇 歡迎他 吳雨淇的指導老師是小玲老師 我姐好 小玲老師好 小玲老師你現在有緊繃感耶 有脖子以下有被石膏頂住的感覺 你現在怎樣怎樣 覺得很緊張 然後壓力也很大 你不要緊張好不好 我緊張就好了 好嗎 可以 這個是你替他選的歌 對 就是你的作品改變 對 因為這首歌其實它 它不是那麼長 而且篇幅很短 但是它需要的濃度是又必須要很強 馬上要帶來這首世界名曲 吳雨淇演唱黃玉琳老師的改變 歡迎他 就是一開始就 比賽中太過內斂的雨淇 這次由小玲老師進行指導 期許她能在這次比賽中徹底改變自己 即使是很輕的唱 可是並不是代表 她所有東西都小小 彩排當天雨淇肢體緊繃 小玲老師使出渾身解除指導 希望雨淇能找回自信 我現在是否有聽 對 謝謝 我失去了你 只是一開始就知道的劇情 身上了些 輕鬆 我失去了你 你知道嗎 還講歌啊 對啊 你不要這樣 還在你的心裡 你不要啊 都在便利 怎麼會不值得 經過小玲老師特訓過後 不預期能否突破自我 獲得評審老師青睞呢 Kunga 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 但此刻的畫面 是無臣的世界 我故意狭措哪 不在乎 不在乎你和他的一切 我失去了你 只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剧情 我失去了你 也失去过去拥有的回忆 这样的改变你 怎么会不知道 我失去了你 我失去了你 这样的改变你 我失去了你 不请小林老师讲评好不好 阿翔老师 你觉得 吴雨昕这首歌唱的怎么样 有另外一种味道 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 我国中的时候 听小林姐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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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很喜欢这首歌 其实我还是 比较喜欢小林姐那种口气 就是 那个 比较没有那么多责备的感觉 小林姐原本是轻的 他会比较 有点无奈 有点无奈 那个味道不大一样 差不多像 阿翔老师 很怕被女人责备 所以他会觉得 没有 好不好 马上先来看一下 吴雨昕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吴雨昕的演唱 改变得到的分数是 16 18 19 20 恭喜过关啦 好 小林老师 有没有无恃重负啊 没有 我现在都还是很紧张 对 我觉得你还是僵的 为什么 对 一颗心还是揪在那边 因为我在想 他刚刚其实 在想的那个某个事情 是他很怕想到的 可是我发现他想到 所以我一直很怕他会 克制不了 请问你想的是 我爸爸 爸爸 他在去年 参加了比赛 然后 爸爸那时候后来就生病 对不对 对 然后是今年我来比星光的 前一个礼拜 刚过时 这样子 天哪 所以其实 这真的是好复杂哦 因为他又要有一个他 来面对这个赛事 我就跟他讲 我说没有关系 今天不管成绩怎么样 你要唱歌就是要 给你爸爸看到的 你也希望他听到 他来不及听到 那你就要 好好的完成一次 好啦 这个每一个人都已经 老师都已经 讲过这种要领了 其他要自己参透 恭喜你过关 谢谢 谢谢 听爸爸说 我知道你配送我 那很可惜 没有机会让他看 在电视上看到我 可是我相信大家 还在我身边 在支持我 在看着你 接下来我们的黄佳欣 请出列 黄佳欣 你说这次的这个指导老师 一看到你 讲出来的话你就说 哦 我好像 我的就是 几分钟就被他看穿 我的优缺点在哪里 真的是 是谁呢 黄佳欣老师 掌声欢迎 游厚敏老师 好 今天我们见 大家好 为什么啊 你跟他到底聊什么 为什么两三句话 就觉得他裸体了 不是 还是你真的说 衣服脱掉 这样子 呼吸比较自在 没有吗 对 因为我们就是 常常坐在评委席嘛 所以可以看出他的优缺点 那马上就给他指针 因为时间也不是很多 是 所以一定要赶快抓住他的优缺点 所以你帮他选的歌是 其实这次的歌是他选给我 我让他 因为我觉得他很了解自己 其实在那么多比赛的歌曲里面 他要赶快熟悉一首歌不容易 所以我让他选择 让他自己挑歌来给我选 他选了一首 一位男偶像歌手的歌 非常难唱的歌手 男偶像 叫做 但是我觉得男歌女唱的话 就必须要有一些设计 所以我这次的功能 就是帮他提供他一些 就是架构上面的设计 让他有不一样的表现 但是我今天 有一点点功能 就小小的要帮他合唱一下 对对 我觉得这首歌要有一点点感觉 比较适合 你也不要太有压力 好不好 那就来欣赏你演唱这首《夏沙》 欢迎我们的黄家鑫 小胖老师教学太偏心 徐来文自立自强创家机 我尽工了 小胖文 我觉得佳心是一个很认真 然后也很仔细在唱歌的 一些细节上面的人 但是也看得出来 他就是因为非常战战兢兢 所以会有点小紧张 这次回佳文明老师 就是他帮我指导了之后 就是我下沙他 而且是特意为我 就是量身定做了一个 夹心版本的下沙 所以我非常的 怎么讲 这次我应该讲是 清新被证 踩开当天 从未尝试摇滚风格的夹心 肢体一直无法放开 佳文明老师亲自下场示范 我觉得他要有一些心情的调试 要从一个很淑女的这个心态 突然变一个狂野的解放的女人 所以这个是需要有点这个 岁月的累积的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给他 岁月的累积 要加持一下 直接让他变老 不是 直接让他变狂野 希望他能够有好成绩 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 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真 越是爱的真 越是伤的神 就像黑夜的白天 像个瞬间 明知道说最近 再见面也只有明天 天空那些折扇 天空那些折扇 也在笑我贪傻 你就别再追寻 看不清的脚印 天空那些折扇 天空那些折扇 也在为我牵傻 也在为我牵傻 把爱葬在沙里 还有你的小心 你走了就走了 不要想起 我走了 刷走了 不要想起 天空大下只剩 也在笑我太傻 你就别再追寻 看不清的脚印 天空大下只剩 也在笑我太傻 你就别再追寻 还有你的消息 你走了就走了 不要想起 风走了 沙走了 不要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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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行 我觉得不管今天分数怎样 真的要谢谢我们的游吼铭老师 你真的拼耶 自己又一下男生 一下又变成女生 我本来就是阴阳和 本来就有真假音 调和调和 厉害了 小胖 首先我个人觉得 这个歌没有选得很好 这个歌的音域比较宽广 这个对嘉行是一个考验 已经超过十一度 你的下沙的副歌 大部分是真假音混的唱 他都是唱真音的 前面非常低 我几乎快不看歌词 快看不到你在唱什么 有点紧张 对 当然也是 那到了副歌 第一 尤其是第一遍副歌非常重要 你两次的音乐都跑掉了 这个也是老师的责任 喂 我本来就 很难以为你今天会讲一点人话的 喂 你希望他嘴巴里会有象牙吗 怎么可能 但是我们平常只能说 平常练习的状况很认真 有很多 只能说临场会有临场的小状况 对 会有压力 好 那小梅老师 接下来是非常血肉模糊的一个场面 是 要不要先回避 先回避一下是不是 是 皇上请回避 不用啦 平常心嘛 好 平常心 我们来看皇家兴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皇家兴选唱的夏沙 得到的分数是 12 13 15 15分 每一位老师平均都给了三颗心 呃 晓宁老师 我觉得冒险是很重要的 可是这个冒险是真的要在家里 先冒好险 因为他这个音域太广了 对 对啊 真的太难唱的这首歌 所以这就是晓宁老师的错 把一首难唱的歌唱得这么幸运流水 麻烦老师把他领回去 好好 按乃捷 安慰一下 我们看私底下的VCR来 喂 还有准备是吗 好啦 在这边我们先掌声 谢谢尤明老师 也谢谢佳心 谢谢 佳心老师 佳心老师 不会 没关系 一次 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一次学习 佳心还是很有实力的 以后不要再唱我的歌 尝试突破未能表现完美 佳心仅仅得到15分 面临极大淘汰危机 她的星光之路会就此终结吗 来 孙盛希请出列 希希 老师给你什么歌 是桃子杰的 离开我 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给她 小胖 这个好歌一首啊 所以对她来唱这首歌 是 没有担心是吗 没有担心 希希 她已经绝对可以升任了 哦 怎么样 这首歌已经了解她歌词的意思了 了解 那是小胖第58任女朋友 要离开 那是你的前两任 要我聊吗 我可以讲得出名字哦 真的不是前两任哦 你数错任了 没有关系 这首歌好好的参透一下 因为 算是小胖老师最后绝响的一首小作品 从这首歌以后 他都没有写过什么好的 好 麻烦你好好演唱 好了 来欢迎孙盛希演唱 离开我 小胖老师此次亲自指导盛希 在反复练习过后 给予盛希叮嚀及建议 离开我 我会不会好一点 有点鼻音 你会小心 可是会不够耐提 爱本就比较轻 比较舒服 老师在旁边 一直会跟我们讲 哪里不好哪里好 然后我们会马上改善 所以就有一点安心跟信心 经过小胖老师亲自指导后 孙盛希能改善演唱缺失 唱出个人魅力吗 你让我的懂事 觉得很幼稚 你让我的骄傲 觉得很不知 你让我的朋友 关心我的生活 你让我的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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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伴你的自由 离开我 你会不会好一点 离开你 什么事都难一点 车达 车ue 背后 车到你的明天 走上你的明天 车 estimated 车赖了 车倒 车str登録 车车 jud Calv 我 你会不会好一点 离开你 什么事都难一点 风来了 云就会少一点 你走了 我住在雨里面 离开我 离开我 风来了 云就会少一点 你走了 我住在雨里面 马上有请林夕老师觉得细细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歌需要很高声的功力 然后很有精力 才可以把那种很淡定的那种感觉 唱出一种深情出来 好像有点模糊的感觉 好 虽然小胖也要 你已经再打麦克风了 怎么样 林夕老师想不想听一下原唱小小的 示范一下 太好了 太好了 可能要掌声了 一起 一起好不好 不搁不搁就好了 不搁不搁 爱我 你会不会好一点 离开你 什么事都难一点 车 车来了 车来了 我想你的明天 车走了 我还站在路边 你会不会好一点 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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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好一点 离开你 离开你 什么事都难一点 离开你 什么事都难一点 风来了 云就到会少一点 离开你 謝謝啦 謝謝 這是量身定做對不對 這歌對他來說真的太... 太簡單了一點我覺得 我覺得希希還是有點緊張 我又在他前面 又是他的指導老師 你又在他旁邊 你又是原唱 我覺得你的原因比較大 喂 沒關係 他已經完成了 對不對 是不是 沒有 怎麼了 沒有 很好啊 沒有 你不用 沒有沒有 他對不起我們很多人 好 沒關係 不用 真的不用太嚴肅 就音樂上的討論而已對不對 馬上來看希希能不能過關了 請評審按燈 孫盛希的演唱 離開我得到的分數是 14 15 17 18 19分 差1分 差一點點而已 有是不是 林鑫老師好加上20分過關 如果不是小胖的指導 他會給你6分 好 知道嗎 小胖老師你覺得他今天做得怎麼樣 跟你預期的 我真的比我預期的差哦 孫盛希 我必須說實話 我們連在彩排私底下的練習 都好過於今天 在台上這樣的一個慌張 趕快克服這個問題 是 好 我相信你會更好 沒關係 好不好 恭喜希希過關 一直打不到我想達到的那種表演 我知道我可以 可以更好 真的太對不起小胖老師 在我的節目 接下來張楚安請出列 楚安 最次你選的歌是 孟文蔚的如果沒有你 已經是很高材生的 很厲害了 我們請到的指導老師 要歡迎的是佐安安老師 曉安老師 你好 老師好 對於楚安其實這一塊 是一塊非常好的玉 交到你手上 對 真的 我覺得它一點都不會出現在最流星的 那個 大陸的有一個女生 曲婉婷 對 一碰到她的時候 我覺得她的聲音 她的情緒真的就了不起 所以今天妳是安排她自唱自唱 對 而且等於說是幫她量身定做 我們也把它改成八流牌這樣子 讓她唱出她自己的味道 像有點Alicia Kisler 或是Sherah Borellis這樣子的一些味道出來 哇 楚安老師野心很大 把她打造成台版的Alicia Kis 就互相用功啦 互相用功 對 我們來看看兩位才女 一起激出的火花是什麼 掌聲歡迎楚安的表演 製作人心得知道 帶領松鳳唱出自我心聲 因為我很喜歡老師這個歌詞 我唱這首歌其實是想給所有的人知道 我沒有後悔 前哲唱歌這條路後悔 我沒有你沒有後悔 我不會有傷心 就在這邊可能有一點Bloose 或是有點Jeffy的一點的和弦 但是又如果還是要愛你 這樣就才有那個八流拍的 就前面我們先Arpeggio一點 然後到了那個副歌看你是 怎麼樣進行到比較有那個Bloose的感覺 幫我設計那個 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Sherah Borellis 她有跟那個後面一個高潮 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看你要兩百次 沒有了 這樣可以 我沒有你沒有過去 我不會有傷心 佐安老師在鋼琴及歌唱編排 都下了許多功夫 佐安也從中獲益許多 佐安的表現有達到你的期待 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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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到好多喔 真的 要謝謝老師 然後鋼琴的部分 我如果沒有你 我不會想到 對 所以謝謝老師 彩排時碰到瓶頸 精心安排橋段 因演唱喚氣不順 無法達到預期的表現 你在反正那邊是故意做一個 反正 沒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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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自己 此次歌曲編排難度甚高 楚安努力練習力求突破 她今天能否將練習成果 完美展現呢 我真的好想你 太多的情緒 沒適當的表情 最想說的話 我應該從何說起 你是否也像我一樣 在想你 如果沒有你沒有過去 我不會有傷心 我不會有傷心 但是又如果還是要愛你 如果沒有你 我在哪裏 又有什麼可惜 反正一切來不及 反正 沒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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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我真的好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 現在窗外面又開始下著雨 我 你是否也像我一樣 在想你 剛剛我覺得那氣得很妙 不像在比賽 很像一個那個鋼琴老師 在看一個學生那種感覺 妳在妳就是陪她的距離 就是想要給她穩定是嗎 我很緊張 我比大家還緊張 我像那個媽媽參加那個運動會有沒有 女兒要跑那個100m dash了 我那邊好緊張 我在下面一直跟每個人講 我好緊張 對 我這種心情我了解 真的喔 對 因為一開始都說 沒有沒有這運動會嘛 大家參與就好啦 後來我就說 老師我可以找槍手嗎 她說媽媽為什麼要這樣 我說我沒有雨 她說媽媽我們只是一個比賽 就是大家享受那個過程 不用太緊張 已經表演完了喔 請問一下阿翔老師 覺得楚安今天如何 楚安好像有點緊張 就是尾音 不過 整個狀況聽起來都很溫馨 就是她還是 能把這個歌曲的感覺抓抓住 我覺得 楚安的實力本來就很厲害很強 楚安把妳信心再拿回 妳很好的 對啊 妳剛剛是說 很好 妳很好的啦 沒有問題的 對啊 但是媽媽覺得如何 媽媽開心耶 對啊 開心喔 對 因為其實給她很多功課就是 我上YouTube找她很多一些 都是比較在中高音的表現 是 希望說她回歸一些歌唱的本質 就是感情 所以我們把前面都做得非常簡單 然後再把她一些 她擅長的放在一個重點這樣子 那她都有盡量在做到 所以其實很感動 卓媽媽要在這裡看分數還是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馬上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這邊馬上來看楚安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張楚安的自彈自唱 如果沒有妳得到的分數是 十四 十八 十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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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能過關 小帕老師 一直到今天都還記得 我在舊金山舞台的時候 看到妳當時的表現 是非常的驚喜的 妳非常的自然 妳非常的有把握跟有自信 跟妳今天的自彈自唱 落差真的蠻大 甚至於那個段劇 妳那個段的很唐突 還是唱錯了 那有的時候 你們這些adlib的動作 其實要正常一點 那個的確讓我是有點 嗯 怎麼會這樣 我還以為妳是哪裡 是什麼麥克風還是什麼狀況 所以有的時候 妳一定要在正常的節奏裡面 讓這個歌發揮到最好 盡量不要影響到拍子 妳剛才的那個動作 是影響到妳正常的拍子 可能就是說設計是一件事情 但是要等到它能夠 很熟練地做好之間 要有很多很多練習 這個慢慢來 妳 大家都很看齁 妳不要有壓力 好不好 謝謝 慢慢來 先休息一下 謝謝 就是因為 我有改 改編那麼多 改編那麼多這首歌 就是有點 一部分就變成我自己的 所以 得到 這麼低的程度 其實 就覺得很 就是蠻沮喪的 蠻沮喪的 除安努力練習 表現卻未達預期 僅僅只得到18分 帶著十分沮喪的心情 坐入了失敗區 接下來 薛芬請出列 我常說現在的這些選手 太幸福了 這是不是幾輩子修來的福氣 因為 像以前我們小時候 也參加歌唱比賽 就去去可能 西餐廳主辦 百貨公司主辦 唱一唱就回家了 有得名沒得名 就回家了 但是你們來這裡比賽 不但有專業的老師指導 這一位幫妳請到的 妳知道她是誰嗎 知道 哇塞 妳要唱的是誰的歌 江蕙二姐的歌 《紅燦》 《紅燦》 我們幫雪芬 不好意思請到的 就是江蕙的御用製作人 陳子虹老師有請 雜了多少錢給阿咪 幫妳彈腳步 妳看 太厲害了 謝謝阿咪老師 這次我們把雪芬交給妳 覺得如何這個學生 我很看好她 然後因為她 她擅長唱台語歌嘛 對 所以我 其實我今天有點冒險 我今天挑了一首歌 這首歌是非常非常難唱的 算是江蕙二姐的歌裡面 大概幾顆心的難度 五顆心 最難的 對 因為她 她其實是一個代嫁女兒心的心情 可是要怎麼把她心情表現出來 而且她這個歌的範圍非常大 然後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有一個音是一秒鐘之內 就掉13度下來 那是 冷氣臀來的 對 那個難度是非常高的 可是我覺得 因為 不好意思可以探聽一下小八卦嗎 二姐當初在錄音室 錄這首的時候 有比較花久一點的時間嗎 還是 沒有 她是不是都是練很熟才來錄音室 她全部練好了 然後所有的轉音什麼 全部都 都是自己都已經想好 用什麼聲音唱這樣子 所以 所以差不多她進錄音室 戴上耳機唱三遍 就說 梓鴻 我好了 然後就拿下來這樣嗎 沒有 唱五遍 對 還是很少 對 她其實錄的時間很少 可是她前面練的時間很長 因為她已經是你知道 至尊的地位了 所以今天這首歌好好唱 梓鴻老師請上座 加油 馬上我們掌聲歡迎雪芬演唱這首 紅線 歡迎她 旭長東老師對症下藥 幸福交往為政 感動全場 我直接跟你說很吐 我說師傅有沒有人說 嗯 感覺很像好像很吐 所以她要唱最弱 這樣會緊張嗎 嗯 當你比賽的時候 會比現在更緊張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讓自己 站上去之後 第一個音穩穩的 慢慢的 那 就是慢慢的 你要鬆 一定要鬆 太多 就太多了 就會 就會 就很吐 好 上去之後 心裡頭氣 鬆掉 好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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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話 在哪裡 在哪裡 你不會講在哪裡 在哪裡 對嗎 你自己去體會 對 高音我發覺 你知道嗎 對啊 加油 謝謝老師 好 因為一開始我擔心的是我的高音 後面高音會唱不上去 而且因為如果降Key的話 前面也太低啊 所以老師剛剛就有說 其實高音我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是反而低音的地方 要找到那些共鳴 彩排當天子虹老師特地前來現場驗收 看看雪芬對這首歌的詮釋 還有沒有疑問 你就是怕怕的 你現在共鳴都沒有問題 低音都低下去 那個都不用擔心 你現在擔心也沒用 不要管它 你現在就是 你現在在台上的時候 主歌 副歌 副歌的張力要把它打出來 今天應該有80分 對 但我想 那種真的好的選手呢 那個比賽的時候 身上先出發達 所以應該會到就是 可以了啦 放心 彩排時得到子虹老師稱讚的雪芬 能不能在正式比賽中發揮實力呢 對 一階也五十 若一頂幾季已經不記得了 記憶無人五十的感冠 沒穿雞頂心流沙 沒過春天的為冠 啊 啊 上方也關事啦 看一個有的帝來 未來追過 不堪過負軍孤單的星光 沒啊 夢順風唱歌 未順水啊 到 在哪裏有心也會怎麼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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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個無伴 收點的 村航對面催 在哪裏有心也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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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有心也會聽起來 不停一下 orada還要不記得了 嗯 活狂風唱歌 oguei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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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ise下 佳 המ ConnieЕТ 見ulf盈最好嗎 這太多人呢 一人沒知覺中 人一算 天運 掛著相無的運命 一面算得我好親 愛靠近點好無關 等你來 敢看唱 敢聽 一面算得我好親 愛靠近點好無關 我無懷疼 等你來 我跟牽手 我跟牽手 你露出滿意的笑容耶 真好 真的 跟他第一次來我那邊練習的時候 差非常多 因為他整個歌的詮釋 對聲音的駕馭 然後剛剛上台之前 我只跟他講說 把我所有講的話都忘記 你這是張三豐的教法 對 因為如果 如果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有內化了 他就已經內化了 如果沒有內化 他一直在想 他怎麼唱的時候他就完蛋了 太極宗師的教法 那請問一下 這條第一歌 來 雞雞老師 覺得如何 我覺得聽了好多吉他 唱台語歌之後 其實台語歌這不容易唱 我覺得 跟流行歌不一樣 因為他真的要 要 比唱流行歌要多一份 柔情似水的感覺 在咬之聲 雖然我不會講台語 但是我一直看 看著大概知道歌詞的意思 然後你都會 我覺得這一首的哭腔 沒有太嚴重 你是故意的嗎 跟以前比起來 這首歌 沒有 你怎麼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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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呼吸藏到 扎到眼睛了嗎 怎麼突然雄雄哭起來 就是因為很 覺得自己做到了 是不是 唱完了就很放鬆 高興的眼淚對不對 是高興的對不對 那梓鴻老師 剛剛基睿老師講到說 你是不是有刻意就是說 其實哭腔一次不要用太多 因為其實我 我一直告訴唱歌的人說 你要唱歌是讓 如果要唱一個感動的歌 應該是 你用一個很平淡的語氣 讓聽的人哭 而不是你唱個人自己先哭 因為如果你可以用一個很平淡的語氣 讓人家聽到哭的話 你就贏了 這我懂 像小胖每次講笑話 就不太好笑 對啊 不是 根本都不好笑 梓鴻 他講話你不用一定要接 我忍不住 每一個都忍不住 因為我一定要跟他一國啊 好 這個梓鴻老師很開心對不對 你要問他還有哪裡做不夠的 沒做好的 有沒有 就是因為我是低音的問題 還有高音 就是因為我的音不是很高所以 梓鴻老師這個怎麼練 就是 然後突然又 對 就是 對不對 對 那個落差有13度 那個真的是一個懸崖 而且只有一秒鐘他可以緩起 怎麼練 對 那個是共鳴的立刻轉換 我一直在跟他練這個東西 老師教了我很多 不然之前就是 完全是下不動 兩位師傅去做了一下 和詞共振是不是 看一下到底哪裡 共鳴槍要換一下 對 當然他做到了 我覺得真的不容易 先握手一下好不好 謝謝老師 老師謝謝 也可以擁抱一下 好 可以啦 沒問題的 江蕙二姐的御用製作人 是多難得的機會 我們也掌聲先謝謝梓鴻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好 完成了一項兼具的任務 我了解 會鬆一口氣 可是又很想哭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分數有沒有過關 好不好 請評審按燈 今天陳雪芬的演唱 紅色得到的分數是 17 20 21分 不錯喔 阿翔老師給了5分 我覺得這歌真的很難唱 那個極速的那個 尤其下面他唱到那個 低音的時候就很準 這是非常困難 那有這樣的突破 這樣我覺得他有在進步 不過其實我覺得你接受到 這個梓鴻老師的教導 真的是非常難能可貴 再多跟他這個 吸取一下寶貴的經驗 好不好 也恭喜你過關 謝謝 這些勾人的地方 像尤其是最後 但你來咱咱咱 咱咱咱咱 那個揪心啊 我覺得他有做到 真的不錯 對啊 我很高興 很驕傲 這個學生 得到我紫隆老師的肯定 也是 你很滿足 現在Ivan請出列 Ivan您的指導老師是 是 圓圓老師 這已經很有天分了 你何虛在費力 坦白說 Ivan我還真的沒有特別的費力 就是 你都在照顧希希 快別這麼說 是 當然不是 當然 我覺得Ivan的自主性非常高 而且他其實私底下已經是個非常專業的職業歌手了 對 他甚至於是可以交唱的非常好聽 就有個夜夜夜夜 所以你準備好了 有點緊張 不要緊張 對啊 因為其實你成功了 也與小胖 因為他根本沒有在挑戰 可是老師真的幫我很多 真的 好 我們來看一看Ivan今天是不是能更上一層樓 來 掌聲歡迎他的表演 建林老師英才施教 不為唱出自我特色 有一個重點 收掉那些太多太絢麗的技巧 很多時候他都是在台上給我們很多批 但是你要私底下跟他有更深一層的交流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就有那個機會 然後我覺得就好開心 嗯 你雖然唱得很好 你都唱得有些地方會比較小心 很給你規矩 再誇張點 這種規短盒是可以靠你的技術去 對他有點文章 對 其實很難你給我 因為在台上這個我覺得很痛苦 我自己都不太能完整唱的 我覺得你還真的蠻厲害 慢慢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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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 又完全無數一生長的我 經過小胖老師指導後 艾文能將這首經典歌曲 演唱出個人風格嗎 專門唱出個人的歌曲 詞曲 佐伯 李宗盛 詞歌 魏籟 想問天 你在哪裡 我想問問我自己 我想問問我自己 結束我聰明聰明的幾乎都毀掉了我自己 想問天問大地 或者是迷信問問宿命 放棄所有 拋下所有 讓我漂流在安靜的夜夜空裡 你也不必堅強再說愛我 反正我的靈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地拼湊 慢慢地拼湊拼湊成一個 完全不屬於真正的我 你也不必堅強再說愛我 反正我的靈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地拼湊 慢慢地拼湊 拼湊成一個完全不屬於真正的我 我不願再放縱 也不願每天每夜每一秒漂流 也不願再多問再多說再多求我的夢 我不願再多問再多求我的夢 我的夢 等了耶 所以現在這個現象不叫名 是出高土 叫做拍底出喝水 就是完全不管她的老師 讓她自由之發展 反而就生出一朵花來 請問一下基基老師覺得 艾文的表現 有一些歌她本身就 歌詞跟歌曲已經有一個 吸引力在那邊 那作為歌手 就是把它不多不少地 把這個故事講出來 那我覺得你就做得剛剛好 對 不會有太多 太overacting的東西 也不會說太少 少到我們感覺不到你的想法 所以你就做得非常好 而且這首歌本身也真的很好聽 所以加上你的演藝 非常好 謝謝老師 好棒耶 不得了 因為這首歌其實 很多歌手都唱 對不對 但是Ivan真的很有自己的味道 馬上來看看分數了 請評審按燈 許艾文的演唱 夜夜夜夜夜得到的分數是 十八、十九、二十二、二、三、二、四、二十五分 非常高的分數過關 每位老師都給了五顆星 小林老師 妳覺得 小邦老師真的有 任何的 我覺得 沒有 我覺得 真的 有的時候喔 妳被這個門關起來 然後 不被幫助的話 妳自己要 那個 那個動力其實是很重要的 是 可是我覺得Ivan 妳的歌路已經非常確定了 真的一開口就能大動很多人 我們掌聲謝謝 她的表演 小邦老師 我要謝謝她 因為 其實她 給我很多很多很多的信心 真的一入走來 就是她真的幫助很多 所以我才有辦法 在這首歌裡面 真的找到自己 接下來的美蔻請出列 今天指導妳的這位 音樂製作人老師 是妳的偶像 我看到她會害羞 是屬於哪一種感情呢 因為她是材質 我覺得 我覺得 男生會 有那個音樂才華 我覺得特別有美麗 很仰慕她是不是 對對 歡迎我們的陳忠義老師 哈囉哈囉哈囉 大家好 忠義哥哥 他看到妳居然有這種 小鹿亂撞的心情耶 我待會兒要看一下 妳這支唱 有沒有特別有感情喔 選什麼歌 老師替我選了 梁靜茹的路 這也是老師的作品喔 因為 我覺得她可能 可能是年齡的關係 我覺得如果你 多談幾次戀愛啊 可能就是 體驗那種 接似第二的感覺 可以跟你嗎 其實她一直想講 沒有講出來的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 女生這個角度看男生 好害羞 蛤 妳看到了什麼 沒有 會很羞澀 因為我覺得 女生這樣子 往上看男生會 不會不會不會 妳要平靜一下 我叫小胖也站這個位置 好不好 妳會比較冷靜的面對 接下來的比賽 可以嗎 可以可以 所以老師提點都記得了 有 好 那老師 妳盡量不要站著 不然她會心慌 請先錄上座 謝謝 馬上就來聽 Nicole演唱這首 錄 鄭先生演唱 心力動人 建林老師愛財心切 每次聽到這樣的 這麼沉 曾聽過陳忠義老師現場演唱 對老師十分仰慕的松鳳 在上課前顯得相當興奮喔 對老師的印象喔 我覺得忠義老師就是很高 很有才華 然後我覺得她還有一點點 腼腆耶 然後我覺得 好可愛 老師在這邊 我要進去了 嗨 哈囉 哈囉 我們是第二次見面 對 對 好 來 親親親 就是妳的感情啊 妳現在還不太敢放得出來 對 對 我聽妳的唱歌的時候的 唯一的問題就是 妳的感情可以再碰她一點 不要害怕 妳是獅子座 應該要像獅子王一樣 就是 對 很勇敢 嗯 嗯 讓我不要 點出松鳳情感不足問題 經由陳忠義老師引導下 松鳳也漸漸能將感情投入 深深機會 這次有雞皮疙瘩了 謝謝 那我就繼續加油 然後那天就記得 要這樣唱 老師你會來嗎 我會來 我會 彩排時陳忠義老師也特地到場叮嚀 經過反覆練習 松鳳能否唱出歌曲的情感呢 回頭看來時的路 總有些複雜感觸 我們走得那麼辛苦 好不容易再到這地步 好不容易再到這地步 不被了解的痛楚 倒不了愛的傾途 心裡讓我越過衝突 陪你走我 風雨陷阻止一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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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就能看見幸福 不再 別人 眼光熱於衝冰 或許 我不能 把愛 更清楚 想把你的手 牢牢握住 如果 這是 通往愛的旅途 也許 也許 不曾註定 要緊緊密 那我不後悔 選擇這套路 你的愛 讓我深深體會 握著的感觸 你 有時 我不願 回頭看 你 一路太多 眼淚 喔 喔 幸好 有你 我才 變得 勇敢 好 喔 如果 開始 就能 看見 幸福 不再 別人 眼光熱於衝冰 或許 我不能 把愛 看 清楚 想 把你的手 牢牢握住 如果 這是 通往愛的旅途 也許 如果是註定要緊緊密一步 但我不後悔 選擇這套路 你的愛 讓我深深體會 我從不後悔 選擇這套路 因為你的愛 讓我看見 活著的幸福 雞皮疙瘩 請雞皮疙瘩 請雞皮疙瘩 對 怎麼了 怎麼了 怎麼... 想到哪一支 喔 怎樣 因為剛剛你知道嗎 那歌已經很感人了 然後結果呢 導播就 終於老師 然後又 到妳 就好像妳在唱給他聽 從不後悔 選擇這條路啊 是嗎 活著也是一種性子 怎樣的 有嗎 妳是對他唱嗎 嗯... 就... 因為我很喜歡老師這個歌詞 然後老師也有跟我說 他寫這首歌詞的 原因跟故事 然後其實我選這首... 我唱這首歌其實是 想給所有的人知道 我沒有後悔 就是選擇唱歌這條路 小舞一跳 小舞一跳 我以為你們倆到底時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沒有後悔 先給了老師 其實我們在練... 練習的時候就是一直在講說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你在唱的時候啊 大家其實... 我覺得在前十強裡面 技巧都差不多 是 可是妳有沒有讓老師起雞皮疙瘩 但是今天非常多的雞皮疙瘩 哦 你們兩個要好好喬一下 我們先謝謝一下鐘音老師 謝謝 謝謝 妳是...等一下... 鐘音老師 妳是想要我Cue說 兩個人擁抱一下這句話嗎 我剛剛在後台自己直接問 所以抱了沒 抱了一下 擁抱一下 來... 擁抱一下 我的天啊 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好好好... 開心 怎麼這麼理智啊 對老師 馬上請林夕老師講評謝謝 鐘音老師說 要多談幾次戀愛 最好是很失敗的那種更好 因為... 特別是在前面的那個比較 比較沒那麼激動的時候 我感覺上好像有一點點的那種 把這個歌詞給背送出來的感覺 就那種感情好像沒有受傷過太深的樣子 最近陳文倩出了一本微笑刻痕 裡面有很多這個失敗戀愛的感觸 然後劉若茵有一本這個愛情限量 他裡面的微電影就講說可能 愛到一個就是可能也不會那麼重視他的人的那種感受 你都可以去找來看看 還是現在其實你的包包裡都是中藝老師的照片 好 沒關小不要哭了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分數 好 請評審按燈 Nicole的演唱錄得到的分數是 16 18 19 20 21 22分 過關囉 小林老師覺得他表現不錯 今天你唱這個歌是我第一次聽到 你沒有太多的任何的技巧 幾乎是沒有 然後是非常忠實的去詮釋 我覺得其實你真的天分很夠 然後你也可以去做到 我也不懂為什麼他要一直講 你有那個呼呼呼呼那個聲音 其實我也並沒有聽到 聽到太嚴重之前 也沒有說那麼的嚴重 小胖老師要看耳鼻喉科 可是你自己有耳鳴喔 對 所以我很喜歡今天的詮釋這樣 那我覺得有愛在心裡的那種感覺 其實在音樂裡面是騙不了人的 而且這個歌詞寫得很好 是你讓我越過衝突 陪我走過風雨賢阻的這一段路 哇塞 對啊 這個很重要 我們現在兩個都在喬了是不是 對啊 那待會兒就跟中藝老師說 我們去慶功吧 然後記得要點酒 然後喝一口就 老師我喝醉呢 恭喜你過關喔 也趕快去謝謝老師 謝謝 接下來林欣甫請出列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你這位指導老師 他當然是這個我們這個 花旅流行權非常重要的一位推手 但是很恐怖的是 他比前面任何一位老師 都還要毒對不對 對 他說你什麼 他說我三大要素 就是 我的咬字 咬字 然後 就是 我的土 他直接跟你說很土 對 他說有沒有人發現你很土 他說好像有常備這樣講 他第一句話就跟你這樣講 對就是一見面第一句話 就是說 他就說 他就說 蛤 要當一個藝人 歌詞 那麼容易忘記 你乾脆直接 先 我覺得我現在還連進都還沒進 他就講這份說 可以說是 在這個演藝圈裡面 算是 前三名的毒嘴 歡迎我們的 旭昌德老師 你這樣不會怕太打擊他的信心嗎 直接說他土 你看他這麼講 可見我有多好 什麼意思 你看就是他敢講出來啊 這不是真的啦 還是其實你受傷 那時候真的有三把劍插在心臟上面 當下真的覺得蠻受傷 但是想一想其實也對啦 喔 也對 要改 要改 沒有他為什麼會改你知道嗎 他說以前 很多人跟他講說 咬字有問題 是 他從來沒有放在心裡 喔 但是我跟他講那句話以後 他覺得說 哇真的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我以前 嚴重的地方就比如說 人 我就不會發 我以前就說 好人 壞人 嚴勒 對 然後他也有一些 一定有這些坑坑洞洞嘛 是 比如說 不是那個懸崖要唱 最入 無盡的那個 對不對 他說 最入 我說是入 不是入 他說 入 看多嚴重 好了好了 關起門來打孩子 現在門打開了 要講一下優點 不然我發現他一直在往後退 今天請問一下欣甫選的歌是 琪琴老師的懸崖 這個也是阿德老師認為 非常適合他 我覺得現在我只能告訴他說 反正在 上台之前 我能給打擊一些 你可能跟比較勇敢一點 以後很能吃苦耶 這孩子不錯 馬上就來欣賞 林欣甫演唱 懸崖也謝謝阿德老師 初次見面 老師立刻請欣甫試唱 想不到唱沒兩句 老師就忍不住開罵了 唱什麼 歌詞有唱錯 你的歌詞 入 入 你的很多咬字 你的很多咬字 我的咬字都會不太準 你不太準的時候 之前唱都沒有扣分嗎 對不對 嗯 好 那就算 老師 太妙了 那就算了 老師說 你歌詞字咬錯字 你就不能 就會給你扣分 你會怎麼樣 就會更緊張 我覺得這樣會更容易失 為什麼這個事情那麼多人跟你講 你都不重視它 就把歌詞這幾個字把它唸好 有什麼難嗎 其實我去重視會更容易失誤 所以我就是 我的意思說你要長期 你就不會到今天在那個嘛 就是名前抱佛講 不可以啊 入入不會那個喔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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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入 舞入 水果 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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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哇真的很難啊 我覺得它太難了 哈哈哈哈 太準了吧 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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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入 出入 超時光美 狂斂 因為狂斂講的你有一點塗的感覺 有 就是 滿常被講的 但我覺得說 即使很多味道也要有型態的味道 做得到嗎 我盡力 試著改變 然後第二個是它有一個部分是我幫不了 就是背歌詞 因為我不能幫它背嘛 而且年紀那麼大了 背歌詞還要我教你方法嗎 我是會只是編倒而已 頂倒就等於沒有記到啊 你就頂倒而已就可以過關嘛 你就頂倒就不會被扣分嘛 是會被扣分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在彈音樂的事情 我們要在彈中文的事情 哈哈 許常德老師尊尊教誨 林欣甫可要銘記在心啊 正式演出時 千萬不能讓老師失望哦 再一步 愛就會分身水谷 醉入無盡的孤獨 世界太冷酷 夢太透露 走習慣不能回頭的付出 風在哭 風在哭 在當你讓我愛到對方 我 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 天一荒 海一枯 心流一片土 连泪水都能观看这幸福 我不管爱掌声何处 我只求陪你直到坡路 月一灿灯一击 夜黑了模糊 只一生因为爱你才清楚 月一灿灯一击 夜黑了模糊 这一生因为爱你才清楚 好 她刚刚有修正了一些吗 改善非常好 可是不保证下一次是这样 因为你这次坐在旁边盯着她对不对 我觉得盯很重要啊 所以她就是需要盯啊 如果要狠一点她才会积极去做这件事情 好 我们看看评审老师有没有更狠的 林夕老师觉得她今天的表现呢 我觉得她这个人呢 她这个人呢 她这个人就其实她的优点都是在感情很细腻的那种 然后她的嗓子很有磁性 其实她的歌声让我忘记了她的土 都忘了那些事情都忘了那些咬子 小小的咬子 那些所谓的那个缺陷 好 那阿德老师先休息一下 我们要看分数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马上来看林欣甫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林欣甫的演唱悬崖 得到的分数是 十八 二十二 一二二二三分 不错的分数 过关 过关 小胖老师 很好 欣甫越来越有自己的唱法了 可是我也同意阿德老师的 给你一些很重要的提醒 赶紧在这段时间 看能不能把这两三个缺点再改善一下 我觉得你往前走的机会非常的大 恭喜你 谢谢老师 好 不过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子 不要太去在演唱的时候去 还想到那个问题 反而会就是一步错步步错 好不好 就是平常练习练 但上台就放松 做回你自己 好吗 好 恭喜你过关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这个表现是什么 就是跟精致的涂 不是在家里改掉涂 其实就是这个 你看500也不是让他涂多吗 是吗 但是他在涂 不是人人都有的啊 你有啊 慧眠他信心打击了 但是 换一种方式 好像是在抵立着我的感觉 好 接下来谷慧请出列 谢谢 谷慧我们已经觉得是高材生 但是在专业老师的眼里 一定有很多还可以修的地方 这次这位也是 我觉得他讲话 不能算毒啦 但是也算狠啦 欢迎我们的建宁老师 建宁老师 谢谢 从你专业的眼光来看 我们觉得他已经不错了 哪里还要修 其实我觉得谷慧是一个非常有天赋 而且很努力很努力的选手啦 那我觉得唯一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说 你懂很多人其实会陷入一个陷阱 就是你会太把这些技巧面的东西拿出来卖弄 那反而忽略掉你真性情 你正要表达的一个真感情的部分 所以其实这次我们在合作 其实有一个重点 其实我们是讲究真的艺术 然后收掉那些太多太绚丽的技巧 这次选唱的是张慧妹的 蓝天 老师好像是先从教 就是让你从念歌词开始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有效 试试看一段好不好 比如说念歌词怎么帮我们进入感情 忽醒忽睡 我又挣扎了一夜 窗外透镜 极似光线 哇塞 这已经算是朗读了耶 老师 不是只是念而言 对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你对歌词要有理解 所以我常常会希望说 歌手 你真的要去懂 那个歌词到底在讲什么 他是愤怒的 他是忧郁的 他是放空的 他是激昂 他是愤怒的 如果你能在咬之上面把这些情绪展现出来 你唱歌其实就会带感情 因为建宁老师你讲的真的很对视 我刚好也去高雄看了那个阿妹的演唱会 阿妹是多会唱的人 可是他其实在唱到情歌的时候 就像你讲 他没有用很多很炫的技巧 没错没错 他就是用最真诚的感情 去打动所有现场的人 跟他一起大合唱 是 是不是 所以这个 也是练过蹲马步基本功的 交到你手上 我们来看看 希望希望也能有一些帮助好不好 好 来看看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老师请上座 马上欢迎鼓威演唱这首《蓝天堂》 借您老师亲自教学 鼓威演唱即将展现全新自我 从重观来说 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我觉得这首歌的重点在于 鲜维厚重 怎么样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实际里面 把我细微微小的情感 给那种非常澎湃的感觉 能同时兼容并蓄 如果你能做到 我觉得就会非常成功 感情其实不是melody去构成的 感情其实是文字去构成的 这就是你的最大的障碍跟照片 就大家会觉得你唱得很棒 但是你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机器 这一段话用愤怒 来表现 好吧 空档的房间 留着你的照片 幸福的感觉 索然无畏 这是演的愤怒 这是演的愤怒 空档房间留着你的照片 幸福的感觉索然无畏 顾薇从未以念歌词的方式进行练习 经过建宁老师指导 越来越能掌握歌曲情感 那种情绪 从你的频率 你的衣料 你的咬字 你的拍子 包括你的表情 全体的身体都在演 都在进入你的状态 我觉得建宁老师不仅只是 不仅仅只是讲这一首歌而已 就是我对我之后的歌 我都知道该怎么样去唱了 我之后的每一首歌 我都不把歌词读进去 读到心里去 我现在里面 建宁老师运用特别的指导方式 齐曲古为能唱出情感 古为今天能符合老师的期待吗 天宁老师出品啦 唱歌曲的名称 制作词 混音映好 胡心胡水 помע 帗 fol 窗外透镜 几丝光线 空荡的房间 留着你的照片 幸福的感觉 索然无畏 无形唱歌 却又拨得倾斜 所有的事 留给明天 感情的善变 花孔心思遮掩 谁能用真心 说抱歉 我现在爱里面 渐渐疲惫的脸 仿佛是退不出 又走不进你的世界 就现在爱里面 谁停住了世界 越过了冲冲的心脏 有一整片蓝天 就现在爱里面 是谁停住的脸 仿佛是退不出 又走不进你的世界 就现在爱里面 是谁停住世界 越过了冲冲的心脏 有一整片蓝天 越过了冲冲的心脏 有一整片蓝天 好 建宇老师 是 怎么样 蛮好的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刚刚要形容它 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女人 其实有点像卸了妆一样 就是说当你真的回到英语的世界里面 其实你不用那么浓妆厌没 了解 那请问一下这个小林老师 刚刚听完国威的表现 你觉得 我觉得太好听了 我觉得她今天诠释的这首曲子 真的诠释得非常好 整首歌处理下来我觉得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 就是说我听过这么多的版本 那会 比如说阿妹的版本 然后小虎的版本 各式各样的版本 我觉得你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版本 因为你有自己的味道 所以因为本来就是高材生一点就通 当然还是要谢谢建宇老师 先休息一下了 马上就来看国威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国威的演唱蓝天得到的分数是 很高的分数 这个老师常会建议大家 还是要谈一点恋爱 或有一点丰富的生活经验 对情感的诠释 有时候就自然流露了 辛苦了 好不好 谢谢 先休息一下 恭喜你过关 接下来振兴词请出列 指导老师也是我们的建宁老师 建宁老师 是 这一块又怎么样 哇 这个真的很难一开始 嗯 因为我完全找不到跟他对话的语言 因为他十四岁 我不完全 他完全没有任何生活的经验是我能拿来比你的 所以最后只有讲到 那你有没有养过猫啊 有没有养过狗啊 好惨哦 之类的 是 问他养宠物的经验是要转移到 比方说这宠物如果离开你的话 对不对 那好吧 那就是好像失去了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他的狗又 活得好好的 因为他还那么小 所以狗还没有 狗还没有 还没有离开 对对对 还很幸福的 所以后来我们真的找到一个 Keyword 什么 外婆 唯一他跟他的这个本身的生活感情经验有稍微连结 就是他的外婆 对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他外婆 但是他非常想念他 那我就说好吧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好了 你如何很想念一个人 但是你又很怕看到他 然后突然又看到他的时候 那个感觉又是怎么样的峰回路转 所以其实有点遇到一些挑战 沟通上的瓶颈 对对对 所以后来帮他选的是 阿嬷你今晚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阿嬷也还在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是 那你看嘛很难对不对 我只是想到是阿嬷而已对不起 对对对 所以选的歌是江美琪的 我又想起你 哦 真的哦很难哦 很难 是不是他大部分讲话时间你都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 哦你听得懂 那现在也懂老师的教导了 嗯 好 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叫 我又想起你 欢迎星辞 好 有一个小宇宙 星辞有心辞的一个唱歌的一个小宇宙 好 但是我觉得你 看 明眼人看的时候 你其实是不要去把他支持你 你常会不会觉得说 我也不然为什么就这么高分 嗯 所以我觉得你不够了解你自己 嗯 所以你要 你的开始 我觉得发现是你要怎么去了解你自己 建宇宙老师 建宇老师为了重拾新词信心 一遍遍反复指导 期许新词能更加突破 当我又想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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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美不醒的愿意 他指定我 他指定我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学习到非常我 就是非常多 然后我看无间的东西 他都告诉我 然后我的优点缺点 他也让我都完全明白 老师你真是我的妈祖啊 新词在建宁老师鼓励下 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 正式上场能否稳定演出呢 不想我还要继续学习 悲伤的时候不闭上眼睛 趁眼泪还没有想沉浅 就陈发造空气力 我想我还要继续努力 听完了情歌可以不决定 那些蠢蠢欲动外的回忆 会让思念都哭泣 当我想起你 有一种绝望的灰心 总会让街头不甘 相似被隐忍的忍不住 相信 当我又想起你 是我躲避不及的原因 从以为可以抚听 你的爱情却已在不沉眠的夜 我又想起你 我又想起你 有一种绝望的灰心 有一种绝望的灰心 总会让街头不甘 相似被隐忍的忍不住 但我又想起你 但我又想起你 是我躲避不及的原因 总以为可以否定 你的爱情 雖然追在不沉眠的夜 我又想起你 謝謝 好 唱完要问一下指导老师 很喜欢 有喔 真的真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 其實當初其實在錄這首歌的時候 就是小美的時候 我覺得每次聽到這樣的 這麼誠懇的聲音 然後總是會被感動 是 對 就好像這首歌 天生下來就是為他量身定作的 所以很希望說以後 欣慈如果出唱片 有這個機會能夠重作 謝謝 老師 人真的很好 對 不過其實欣慈 除了謝謝老師 要謝謝台下另外一位 那位白髮長長的 不是你的阿嬤吧 她是我的阿嬤 真的啊 可是 對 可是她不是我的 阿嬤 感覺好聽啊 好聽啊 所以老師今天是覺得很滿意 對 很喜歡 好 謝謝 我們先讓建寧老師休息一下 謝謝 剛剛的演唱 請問一下林夕老師覺得如何 感情都很好 可是當然我不曉得 這個感情的來源是不是來自 剛才建寧老師提議的 找一個對象 其實你真的比較有天才型的 就是你唱出來就好像真的模擬到那種感情 好 OK 馬上就來看看欣慈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正經詞的演唱 我又想請你得到的分數是 16 18 20 20分 過關了 好 恭喜 謝謝 好 好 剛剛開始教你一定很生疏 然後你一定覺得不順手啊 因為我本來拿拍子是這樣啊 你怎麼叫我這樣啊 你就會覺得不順手 那是因為這個新的技巧還沒有深入到你的肌肉裡 你的靈魂裡對不對 慢慢去參透 老師其實教的都很好 慢慢來也恭喜你過關 謝謝 我覺得我最近這幾場都覺得很不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可能太有壓力了吧 我相信之後的比賽我可以就是可以更多的感情 然後找回找回自己愛唱歌的感覺 中場統計 本週八位選手順利過關 僅有兩位選手表現失常落入失敗區 這個歌沒有選得很好 尤其是第一片副歌非常重要 兩次的peach都跑掉了 讓我覺得是不是你彈錯了還是你唱錯了 你剛才的那個動作是影響到你正常的拍子 今天落入失敗區的嘉欣及楚安 平常表現都相當出色 令評審十分煎熬 嘉欣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這個歌的確比較難加 我覺得那個副歌 他如果掌握得好一點 你的選手就可以過關 你看他幾次下來 他能夠得高分的全部都是這樣子有節奏的 然後是 其實是更難掌握的歌 我覺得楚安 一向有自己 基於厚望 實唱並沒有那麼差 我相信他如果沒有彈的話 他一定唱得很好 對呀 嘉欣及楚安經過評審反覆討論過後 誰今天將離開星光舞台 今天的最高分是Ivan的二十五分 恭喜你 由曉玲老師來頒發 就乾星期夜 全國電子提供的 紅機A4 W51010吋平板電腦一台 恭喜 好 接下來呢 今天在失敗區有兩位女生 那麼剛剛評審開了很久的會 小胖老師 好的 首先我還是恭喜所有台上的選手 你們都是這一屆星光大道的十強 與其說淘汰 不如我直接宣布這一屆星光大道第十名 黃家欣 好 恭喜黃家欣 本屆 本屆 第十名 發表一下一種感想 第十名 這個比賽讓我 最最成長的一個地方就是 我有認識到自我 就是有認清自己 尋找到了自我 這就是我覺得最最寶貴的東西 我非常非常感謝所有的品味老師 還有工作人員 謝謝你們 一路走來對我的幫助 我都點地名舉行 謝謝大家 好 恭喜嘉欣拿到第十名 來 所有的戰友給她一個擁抱 好 愛我心上用力打開一槍 讓一切歸零在盛聲巨響 如果愛是受傷 都不難忘 我不挣扎 反正我也没差 也许有气表 还是太认真才输掉 我失落也不怕 只怕想家 你爸妈说我一切都好累 总会落下 我不信你 我信爱情是没有理由 灵魂的注定 穿着我这个戏 在人群面前 想看看你们疯狂的脸 会爱我 不爱我 不必顾言